不过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国家发生什么事 包括日本 他已经变成穷国了吗 很难想象 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都觉得日本 我小时候都看日剧 结果现在日本 我过去认为他是超级强国 可是他们自己 已经要变成穷国了吗 这是来自于一个日本的评论家 他叫做香园斗志 他说现在的日本 已经被外国视为贫穷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欧洲景点 你看到有好多好多的说明书 指南 标题 都有写日文 因为太多日本人来观光了 日本人到哪里都大买特买 可是现在你到欧洲去 日本人很少 而且日文的导览都没了 因为没有观光客来 所以就终止了 所以他们自己的担忧是 最近日币狂跌 虽然有很多外国游客到日本去玩 可是也对日本经济造成冲击 因为很多日本人 你反而没有办法到国外去旅游了 我们看到三月到五月 到日本去玩的外国游客 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人 连续三个月突破三百万人次 每一个月都超过三百万 三个月加起来就超过千万了 那来自欧美的游客都说 哇 好便宜喔 好便宜喔 住的好便宜 吃的也好便宜喔 可是如果你是日本人 你去瑞士玩 那当然瑞士是世界上 物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你一盘什么饭 一杯酒就不得了了 超级贵的 对我们台湾人也是 你到日本去叫一盘虾仁炒饭 虾仁烩饭 一杯葡萄酒都很贵 这没有办法 可是对日本人来说 因为过去的荣光跟现在一对照 真的是变成公主变乞丐 日元创新低 市场担心日本在抛美债 因为美国 他有很多的美国的债 这个国债嘛 那牵动美国 美债殖利率全面走高 而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 凶手抓到了 美债习及申 日元崩蝶都和这个人有关 哪个人 川普 我们来看看今天 美国公债殖利率极深 而且日元对美元再度扁破 161元大关 刷新了38年的新低点 分析师说 因为市场担心这个人 当选美国总统 所以这个人害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美元对日元已经突破160大关了 过去大家都认为 哇日币创新低了 买一点日币吧 结果一直不断创新低 低到没有终点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美的竞争 是不是对日韩来说 遭了殃呢 拖垮他们吗 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现象 这是日本的摩斯汉堡 他本来在中国大陆 有开很多的 这个连锁店 可是因为业绩一直往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摩斯汉堡现在已经撤出了中国 而上海有一家百货公司 伊士丹 过去我曾经也去逛过这家店 就现在居然关店了 他在上海27年 历史已经落幕了 那当然对于这个电商崛起 网路购物增加也有关联啦 不过因为他在这个 中国大陆在上海的营收 一直没有办法增加 一直亏本 不堪亏损 那当然要鞠躬下台 关店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也创40年来最大的降幅 降了将近20% 就是他卖给中国大陆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也第一次出现逆潮 那这是日本跟韩国的 这个对外的贸易的关系 跟中美的竞争 恐怕都有千丝万缕的一个影响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在防止中国崛起 那当然也担心中国大陆的货物 或者是他进口的东西 会造成国安危机 这是美国的说法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不是说起重机 中国做的起重机会窃取 或者搜集一些资讯吗 所以现在美国的港口还有码头 希望美国的贸易代表 重新考虑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征收25%的关税 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上海振华 重工的生产的起重机 在全世界都占有相当高的分额 所以那现在这是这个美国出台 美国现在宣布新的一个 可能的增加关税的一个item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布林肯 他重申在美中中间的竞争 有三个原则 这是竞争对话合作 并且说中国未来的远景 如果跟其他国家不同 因此美国将挺身而出 这是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都会请来宾来 给我们做解析 不过说到拜登跟川普之争 上个礼拜的这个电视辩论会之后 我们看到民主党人一片惊慌 实在杂志最新出版的这个封面故事 你看到Time Magazine底下就是Panic 惊慌啊 担心啊 恐慌啊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这是8月5号出版的封面 封面是红色的 底下可以看到拜登走出 这个框框的背景 然后旁边写着Panic 恐慌 可是呢 她的太太第一夫人 在这个时间点登上 时尚杂志Vogue的封面 说我们要展现最坚定的立场 力挺自己的丈夫拜登 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可是到底会不会换人呢 现在不知道 来 先请叫这个盛丰委员 这样子 我想 这一节里面题目非常多 我这挑几个给大家来的一个参考 第一个 政法假如美国要增加关税 我告诉你是美国人吃亏 因为全世界政法的起重金 是最便宜 效果最好 最物美价值 结果你把它增了税之后 你还是买不到别的 所以最后是转嫁到 使用者的身上去 因为它几乎是占了 绝对占有力 而且非常的好 所以美国人要搞就去搞吧 我们没意见 但是美国的态度我要领白 布林肯讲 竞争 对话 合作三连者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公平 很正面 错了 要不要竞争 要不要合作 要不要说 是我收了算 这个重点是在这里 不是这三个概念 是我收了算才是 因为全世界有几台 要打你 我收了算 要合作 我收了算 要对话 我收了算 但现在它慢慢有个压力 现在它慢慢发现 它收了不太算 理由很简单 就以韩国 日本 跟中国的角度来看 韩国 日本跟着美国走 跟中国对抗 就是今天这个命运 假如今天请我们换一个画面 这个韩国 日本 中国 合成一体 现在是不是全世界最强的市场 跟最强的制造力中心 这个不是我胡说 这个是当时李光耀 他们在亚洲四条龙阶级 加上日本 这五只龙合在一起的时候 李光耀就发现 我的国家要改弦力策 因为它本来是应以为主的国家 为什么改弦力策 因为他发现 儒家文化创造出来的竞争力 创造出来的企业文明 才是我们亚洲人要走的一条道路 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不晓得这个尹錫耀跟这个 跟这个岸田这两个衰人 再加上拜登 这衰人三轮组 是把这三个国家搞惨了 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再看看刚刚特伦特别提到的 因为这合起来另外一个观点 伊斯坦等这些慢慢的退出 中国大陆市场 摩登堡必然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台湾的我们 甚至在香港的香港 在面对西朝冲击的时候 我们除了接受我们是没有本事的 可是那一个中国大地 建制那个文明的基础之雄货 不要忘了展现出来的文明自信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就要到各景区去 甚至在洛阳的生活里 你会看到川漢儒 骑脚到最后上班的 这是一种文化自信 这种自信在那里 就在他的卖场 今天中国大陆最成功的卖场 不是伊斯坦不是星光三夜 那些都over了 包括当时台湾收购在那里 都很嚣张有没有 结束了 现在在中国大陆谈卖场 最有名的叫胖东来 胖东来 各位连听都没听过 好好找一讲 在山东 那个胖东来现在 他开的店 他没有几家 那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景点 那个胖东来的服务水准 胖东来的所有的作为 完全符合中国人对市场的需求 这一个影响了整个中国大陆 在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布局 在商场的布局 各位有机会你去看看 慢慢走出了一个 文明文化自信的 中国的生活形态 这个形态 可能就是让这些外来 自以为会练经的和尚 有没有 可能要换本 来 赖老师 我觉得这一位作家 他谈到日本在衰败 这个真的是有感 我是1991到96年 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 那段时间罗浮宫 确实就是用日本导览 都是日本人 都是日本人 而且观光景点都是日本人 安安静静的 穿着衣服素雅 然后就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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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次是4月5月 刚从欧洲回来 也带了很多国家 也带了蛮长的时间 日文完全消失了 确实 罗浮宫没有了 没有日文导览 没有日文导览 而且您到机场去的时候 您看到的是中文的直印 不是日文的直印 那更不是韩文 所以除了法文以外 你看到唯一的直印 外国语文的 那就是中文 因为法国人也不太用英文 所以他们 你会看到唯一有中文直印 唯一有外国语文直印的 一般就是中文比较多 那您到罗浮宫看到的 也是如此 甚至您到各个精品店 尤其是越贵的精品店 您看到的还是中文直印 比较多 这代表什么 就是说消费力是不一样的 日本确实一直在衰败 前几天 中国大陆习近平 他召开了院士会议 两院的院士会议 他的讲话跟賴静德 是完全不同 这个习近平的讲话里面 就勾画了一个中国大陆 从现在一直到2035年 11年内要建成为一个 全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强国 那这个目标已经定了 六个领域都要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那也就是说 他不管是仪器的生产 机械设备 甚至半导体各方面深化的 所有的这些产品 生物科技等等 他全部都要在全世界成为 第一等的科技强国 而且在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也已经把2035年的目标 跟科技强国新制生产力 整个都整合在一起 那也就是11年内要完成 要达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令G7的国家 感觉到害怕的一个大气化 为什么 因为当他的 例如说您看到他的电动车 他的高铁超过日本 超过德国 法国 然后他的C919也已经问世了 现在波音面对最大的对手 就是C919 然后接着C929 也已经在生产研究制造了 你看大型的邮轮 中国大陆能够跟法国抗衡 在亚洲打败了日本跟韩国 现在造船工业 所以您不管是高铁也好 电动车也好 或是你能想象的 其实他都一直在上来 现在如果他要再走到 这样的一个科技强国的话 他的家电用品为了挑战的 那就是台湾 韩国 日本 所有的家电用品 所以我个人的估计 韩国跟中国道路的贸易的逆差 也会越来越扩大 日本也是如此 目前台湾还算好 是 接下来想请教严老师 怎么看 是不是民主党会换掉拜登吗 这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我这样子看 就是说过去美国有换掉 副总统候选人 因为被发现他有心理的问题 有接受这种叫做 shock therapy 就是这种震撼的这种治疗 所以他被换掉 那这是有过的 那大部分的这个过去 在这个之前有想要换是 在多数美国总统产生 是靠着初选之前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 可能还可以换 但是现在都是初选制度 选出所有的代表 所以这些人都是 我们讲说他投票的时候 他选出他的人 他所代表的 如果投了是拜登 他就是committed 就是必须要投拜登的 那也有一些 确实有 拜登在这个初选当中 有很多民主党说 虽然你赢很多 然后我也不想投别的人 可是我是uncommitted 我不愿意对 做出任何的承诺 所以有人可能他就可以改换 但这个换不了 所以唯一的就是拜登自己要下来 自己下来的话 那就可以有改变 那问题是 拜登他们说只听 他老婆跟他妹妹的话 对 他老婆说不换 但他老婆现在说不换 很坚定 那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他的幕僚大概也没办法改变他 那我 因为我研究第三世界 有很多领导人都已经就说 我们不能说棺材进了一半 就说是比较 身体真的很不好 可是还是要做 你看那个巴西当年 1984年军事政变结束之后 军人统治 85年上来那个总统 身体很不好 大家都知道他做不了 马上当选不久就过世 但他就是前任总统 就有这个title 甚至像在阿尔及利亚的总统 已经坐轮椅了 已经就中风了 还选 还赢 所以我觉得年纪越大 可能对权力也不见得会受 而且拜登的一个使命感 就是认为说 只有我能够打败川普 是 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没办法 跟川普来竞争 所以他这个使命感很难改变 不过就是说 大家如果看了那个选举的 那个辩论的时候 非常失望 可是第二天 他在这个竞选活动当中 有一个提词稿以后 好像又活回来 好像好一点 但是有一个不真的事实 就是你所有去看他演讲的人 参加这个所有 包括这个八月份 他们民主党大会 他能不能够自己走上台 自己下台不需要人参 这个还蛮重要 所以我建议他学非洲的领导人 先去新加坡换一个年轻人的血 那会有点帮助 可以这样子 新八位那个总统 每年去换 结果到九十几岁 我看他上台都非常轻盈 希望拜登的这个幕僚团队 可以听到严老师的建议